感谢绝书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安息日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这边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孩子 那今天下午呢 也是我们宗教教育的这个开学典礼 这个时候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注重我们小孩 我们儿女的宗教教育 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儿女好像我们永世的贱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27篇 诗篇127篇第4节 诗篇127篇第4节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永世手中的贱 第5节 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重我们的儿女 不但对他们有帮助 而且对在跟小朋友互动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灵性也有帮助 所以当我们很用心的去思考说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教训 如果我们有比较长时间跟小朋友相处的话 我们就知道小朋友有很可爱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淘气顽皮的地方 当然也有他们不足缺乏的时候 所以今天的主题虽然是孩子 但是小弟其实是想说是不是能够从观察孩子的行为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属灵的道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8章 路加福音第18章17节 这个是主耶稣的勉励 路加福音第18章17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4章 这一段又是保罗的书信 14章20节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在二世上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这两段经节啊 一段是主耶稣说的 另外一段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勉励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那我们会想说到底要不要像小孩子呢 这的确是要我们要好好的来想一想 小孩子的确有他这个不成熟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保罗在勉励各位弟兄姐妹 是要我们在道理的了解上 在属灵的成熟度上 不能停留在这个初信的阶段 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 不管我们是第几代的信徒 第一代还是第四代 每一个人都一样 在刚信主的时候在信仰上 就好像是一个婴孩一样 这个婴孩长大要长大 他需要养分 可是你如果有喂小朋友 我们就知道 小婴孩不能直接 你给他吃饭吃面吃肉吃菜不能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喂他一些他可以吸收可以消化可以咀嚼的东西 什么牛奶啊 什么蔬菜泥啊 什么肉泥啊 水果泥啊 这种 这种我们看起来就是软软兮兮的东西 我们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可是他吃起来好像很好吃 可是他吃起来好像很好吃 我一直都记得那个我儿子他在那个没几颗牙齿的时候 然后每天从日常接他回家 他就最喜欢吃那个水果泥啊 吃完了一包那个泥 然后如果我们有教这个 如果我们有那个有在教那个小朋友 我们就知道那个老师都会教他一个动作 就这样 就代表说他要墨 他就跟我这样墨墨 就是这样子 他非常的渴望得到这种泥壮的食物 那我们的灵命在属灵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需要吸收很好的养分 可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太硬的东西 我们可能咀嚼不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节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第二节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所以在教会里面针对初信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高兴为他的灵命可以走上天国的道路 但是同时教会也不是就这样不管他了 因为他现在的灵性灵命好像小婴孩一样 这个婴孩放得不管绝对会饿死的 如果我们给他准备了这个很好吸收的灵奶 像是这个基础信仰班 或者是小朋友啊 有他们的有系统的宗教教育 不要以为这些课程内容 是因为是很简单就很轻松 我每天晚上要给我讲圣经故事 我都要想一想 这要怎么讲他才会懂 每天晚上我教我的弟弟的宗教教 我会想到他可以明白 比方说像昨天就讲到什么 以撒跟亚伯拉罕 然后他就一直问说 他们住这里吗 对啊 都住帐篷里面吗 对啊 为什么要住帐篷里面 我就讲不出来了 就是他们家就在帐篷里面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照顾婴孩 照顾婴儿 是要花最多心思的一段岁月 不是为他吃饱就好了 要观察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消化吸收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不健康的现象 然后再对于他们的状况去做出更适合他们的调整 而确保他们可以很健康的成长茁壮 但是我们这些出信者我们要想一想说 虽然我们在出信的阶段 那我们的灵奶的确是有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 但是我们可以停留在一直喝灵奶不吃干粮的阶段吗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 海里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十三节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它是阴海十四节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 我们不可以总是喝淋奶 我们不可以总是学习 我们不能总是学习那个简单的道理 好听的道理恩典的道理 如果当我们听到那种比较困难的道理 甚至听起来不好听 像是指责我们的道理我们就听不进去了 因为要用全辈的道理才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对与错 这个对与错它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对与错 往往随着人性的欲望而左右摇摆 我们为什么要长大 因为婴孩它不能够分辨好歹 唯独成熟的大人才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黑白不清善恶不明的世界 它能够认清是非 在道理上能够盛思明辨 所以圣经它勉励我们在心智上 在灵性上不要做小孩子 那不做小孩子要做什么 而哥林多前说的勉励我们说 你们勿要警醒 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要刚强 再来这个小孩子太小了 他不懂得照顾别人 不懂得体贴别人 你看这个小孩子 他们对拥有的概念 有什么东西的概念 他都是那种 这是我的 全是我的 都是我的 我记得前几天我看我在吃那个小橘子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互动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较多的互动的过程 大家就勉为其难 我看他在吃那个橘子 那橘子不大 那皮剥丸 如果是我 我就是整颗塞到嘴巴里面 不会吐出来 我看他就拿一个 然后铺在桌上 然后把橘子一片一片 一片摆好 看到了很多片我就跟他说 爸爸可不可以吃一片 不行 不让我吃 这时候我就想说 又是一个机会 可以跟他玩了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那阿嬷可以吃一片 可以 阿嬷可以吃 可以 然后我就开始问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个KK姐姐可不可以吃 可以 Luke可不可以吃 可以 他说 那哥哥 那个哥哥可不可以吃 都可以 他说机会到了 我再问一遍 那爸爸可不可以吃一片 他说刚刚都吃完了 因为都分完了 一人一片就没有了 他说刚刚都吃完了 原来是针对我 原来是针对我 然后他想这个 这个小朋友想的东西都是我的 这也不能说他是错的 他们还很小 他们都还需要别人的照顾 需要别人的供给 当然不可以马上就会去照顾别人 因为照顾别人是成熟的人做的事情 那我们一定要学习照顾别人吗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5章 罗马书15章第一节 这里圣经勉励我们说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第二节 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色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 第三节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路骂里人的路骂都落在我身上 小孩子他不会是一个坚固的人 这坚固的人 就是指的就是坚强的人 大人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而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 他会感受到神坚固他的信心 要坚固他的生活 然后他会懂得感恩 然后神的爱会激励他 他就开始靠着神的帮助来坚固其他的弟兄 来体贴周围的人 进而来为神的家付出 所以大人才有机会可以照顾别人 而且有能力能够兼顾其他的人 的确这就是小朋友啊小孩子他们这个软弱啊不足的地方 所以保罗在信心在爱心上在心智上勉励我们要做大人要做大丈夫 但是同样的在恶事上要勉励我们说要做婴孩 婴孩这么纯洁都不会做坏事 刚刚我们也读到说 主耶稣说要回转向小孩子才可以进神的国 的确小孩子在大人身上可以学到的事情是不少 但是其实大人在小孩子身上可以学到的事情也很多也很重要 我常常在跟我儿子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会去揣摩说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有时候我在想说我这样看着这个小朋友 是不是我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子看着我们 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这个样式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那代表说我们我们曾经是那个样子的 可是可能现在不是了 人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 他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会随之改变 改变有时候是一种获得 得到 像是我们获得的知识啊 我们获得的人生经验的累积 那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 但是请不要忘记 失去也是改变的一种 当我们在成长的同时 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不是也失去了孩童的样式 我们是不是从一个这个可以进天国的孩子 变成断不能进天国的大人 那么孩子到底有哪些这个美好的样式 主耶稣要我们学习孩子 孩子有谦卑的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原来主耶稣的门徒在争论 将来在天国里面 谁才是最大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门徒很喜欢争论这个问题 而且是不止一次 这接下来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章里面 主耶稣也有两个门徒 雅各和约翰 他们的妈妈也跟主耶稣求 将来我的儿子可不可以一个坐在你左边 一个坐在你右边 其他的门徒一听到又开始要吵了 怎么可以凭什么你做耶稣的旁边 凭什么你在天国比我大 其实他们都忘记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耶稣其实是本来是最大的 主耶稣从天上那个最高最大的位置 然后谦卑自己道成肉身 成为卑微的样式来拯救世界上的人 但是这些人得到恩典之后 反而我想要以自己为尊 想要成为最大的 这并不是主耶稣想要看见的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谦卑 要像小孩子一样 你觉得孩子懂谦卑吗 就问他孩子你谦不谦卑 什么是谦卑 他要跟你讲什么是谦卑 孩子他不懂的什么是谦卑 因为他们的谦卑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渺小 他们小小的啊 所以他看什么都是大的高的 看什么都是新的不了解的 他们总是常常会感到自己是不足的 虽然他们不会这么说 他们不会这么说出来 说我要谦卑我会很谦卑这样子 但他们的行为就会很自然的谦卑 这种谦卑我们曾经都有 跟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经验啊知识能力的累积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能不再敬畏上位者 不再敬畏权威 甚至不再敬畏神 我们长大以后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就可以变成权威啊 当我们得到力量的同时 同时我们也失去谦卑的心 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回转 要想起我们这个身和心都还很渺小的时候 我们要在神在人面前都低下我们的头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算自己很成功啊 你觉得自己人生很成功 跟整个世界比起来 你也不算什么 而整个世界的财富 跟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比起来 那更不算什么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应该忘记背后 忘记我们过去做过多大的事情啊 成就多伟大的工业啊 要放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龙华 荣耀 然后当我们看见神的本质的时候 也会看见自己的本质 我们看见神的丰富的时候 就会看见自己的缺乏 我们看见神尊贵的时候 就开始了解自己的卑微 当我们可以看见神圣洁的时候 就了解这个世界的污秽 当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爱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不配 就像彼得第一次见到耶稣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第四节 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第五节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第六节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往险些裂开 第七节 便招呼那船之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第八节 西门彼得看见 就伏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没有错 当彼得看见了 开始了解主耶稣是谁的时候 他还看见什么 他还看见什么 他不是看见两船满满的鱼 他看见自己的罪 还有自己的不配 他会本人的惧怕 本人的敬畏 还有本人的谦卑 他告诉主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因为他看见自己的污秽 所以无论我们再怎么比 在神面前 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不谦卑 不管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上有多成功 更何况我们也不成功 我们怎么可以不回转像小孩一样 能够有这个谦卑敬畏的心 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缺乏和软弱 那我们 我们就不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帮助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救恩 你就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主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主耶稣说 如果不能像小孩一样谦卑断 不能进神的国 再来 这个圣经上有提到 这个小孩的纯真 小孩的清洁 干净的心 然后他们也懂得这个饶恕别人 小孩的确是不容易跟人家 不容易去计算别人的恶的 我记得昨天的聚会当中 我有提到说 昨天是宽恕中的力量 the power in the forgiveness 就是领会者有提到说 主耶稣有提到要原谅别人 七十个七次 这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让我想起我以前的事情 当我在高中的时候 你们知道高中的学生 往往都是有时候好 有时候喜欢欺负人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读到这段圣经 主耶稣说要原谅别人四百九十次 那我就原谅别人四百九十次就够了 超过这个次数我就要生气了 我就是开始 那有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算说别人得罪我几次 还不容易 要原谅别人四百九十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找不到一个人来得罪你四百九十次 我就开始算说这个同学早上惹我生气 一次 快忍不住了一次就快忍不住了 然后开始等 怎么还没有再来惹我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四百九十次 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原谅别人 要饶恕别人 小孩子他就很容易饶恕别人 他总是会记得别人的好 你看那个小朋友在玩 然后他们吵一吵又很好了 不是因为他们懂什么道理有礼貌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和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 我儿子也是啊 有时候我就是这个宣罚他 要去罚赞 过五分钟之后他又在旁边黏我爸爸爸爸这样子 小朋友的心中他没有冷漠没有恨 只有热情只有爱 那些负面的东西都是长大以后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放到我们心里面 所以主耶稣说要我们免了人的债 如同主免了我们的债一样 但是这个道理做起来容易吗 对小基督徒很容易对大基督徒很困难 昨天的聚会当中也有分享一个比喻 有一个仆人欠了一个王一千万银子 很多的银子 十万的银子 主人他本来要把自己的老太太啊儿子啊家啊 要来还这笔钱 就说我真的没钱我以后一定还你求你原谅我 主人就说算算不要还了不要还了 免了你的债 这仆人好高兴 结果走出去看到他的朋友 就见他十两银子 圣经记载说这个人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 赶快还给我 没钱他的朋友也没钱 就把这个他的朋友送到这个官府里面 关起来等他还清再出来 这件事情传到主人额里 主人很生气 你不应该连续他就像我连续你一样吗 主耶稣后面有说 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代你们了 我们成年人在长大之后 往往在受到教育之后 懂得这个礼貌啊 懂得说不要跟人家计较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们就会那种容易原谅饶恕别人的能力 不要计算人家饿的能力 我们在饶恕别人这件事情上会更加的容易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所以主耶稣常常在提醒我们饶恕的道理 神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两个弟兄 他们都是职务会里面的成员 在一次的事件当中他们得罪了彼此 从此这两个弟兄他们就不再讲话 而且他们两个家庭也不讲话 职务会里面才多少人 就两个人就这样子 那圣公还要怎么做 果然在那几年当中 那个教会福音拓展的工作 就一直停滞不前 教会的爱心也变得冷淡 这两个弟兄的其中一个想说 这样不行 这样太对不起主耶稣了 然后他就拿起电话 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弟兄 他就跟那个弟兄不讲话的弟兄就说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喝一杯茶 他两个已经很久不讲话的人 电话的另外一端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了一句 不不不应该是我去你家 从此以后这两个弟兄的心结就解开了 然后这个对他们呢 对他们的家庭 甚至对整个教会 才是正确的才是健康的 所以在小孩子身上我们要学到彼此饶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甚至在我们的五大教义十大信条里面 这个十大信条里面不是第六条 我们要信习脚礼 相信习脚礼 是与主有份 然后这个教训是教导我们要相爱 要圣洁 要谦卑 要服侍 还有要饶恕 这十大信条后面还有说 每一个受过洗的人 我们要奉主证明给他洗脚一字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 至于用水彼此洗脚 必要时亦可行之 就是有必要的话你可以这样做 当你让我们得罪了对方 或者是对方得罪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想起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 要饶恕得罪你的人 因为我们如果不去饶恕别人 我们怎么能够指望神会饶恕我们 任何一个人欠我们的 都不会有我们欠主耶稣的人还要多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向这个小基督徒来学习 要懂得老术 懂得放下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二十章 箴言二十章第十一节 箴言二十章第十一节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 这里还有提到一个小朋友的特性就是清洁正直 我们很难将这个小孩子跟罪邪恶联想在一起 小孩子怎么看都是那种可爱的清洁的 如果有人跟各位展示一些成年人在洗澡的照片 我们一定觉得很反感 怎么又看这个东西 如果有一天我跟大家分享 来看一下我儿子在浴缸里面洗澡的照片 你们一定看到照片不会跟什么邪恶啊 什么情色啊联想在一起 甚至还觉得啊小朋友在水里面好可爱 没有错同样的一件事情 孩童的这个心结 心就是那么清洁正直 那我们大人呢 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心 是不是就失去那份起初的清洁跟正直 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 有一个画家 他想要画一个这个马槽里的主耶稣 主耶稣在那个马槽里面 主耶稣 然后他就要画这个画 就要找很多的婴儿嘛 就去了很多的家庭要找这个小baby 他走了很多家庭 终于找到一个这个小baby 太可爱了 这平常的宝宝啊本来就很可爱 他找到这个就是可爱到完美这样子 然后他就照着这个baby画 当然也画出这个最完美的马槽里的主耶稣 这个画家也因为这幅画 而成为这个画坛中这个顶尖的画家 几十年之后啊 他准备要退休了 有人向他提议说 不然你在退休之前再画一幅这个顶尖峰的画作 这个最棒的一幅画 不是他决定要来画 这次我要来画的主题是魔鬼 他要画出这个魔鬼那种绝对的那种邪恶跟残忍 当然他定了主题之后 他也要去找一个模特 于是他这次啊 在这个每一个监狱当中不断的寻找 终于哦 在一座这个只观重刑犯的监狱里面 找到一个等待死刑的犯人 这个太符合魔鬼的形象 而是他就到这个犯人面前开始画画 当这个开始画的时候 这个犯人突然之间大哭了起来 相信大家都可以猜到他在哭泣的原因 因为他就是当年那个马草里的主耶稣 那个宝宝模特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在成长的同时要小心 不要失去那个原本最像神的那个部分 这个世界上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有可能慢慢的变成肮脏跟邪恶 但是不要忘记起初我们不是那样的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第七章29节 七章29节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了许多巧技 人渐渐的为了自己的欲望 想出了很多的方法还有计谋 为的就是要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我们越来越老 我们得到的东西真的就越来越多 可是这个清洁跟正直的心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那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一次拥有清洁正直的心 有机会是有机会的 但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要神把那个心再一次的放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 第十节 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 这里做诗的人向神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我们人要烦恼还童 那是不可能的 要再一次身体的变成小朋友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像做诗的人所说的一样 求神再一次把清洁正直的心灵放到我们里面 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想不想见到神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见到神吗 那我们也要回转像小孩一样有着清洁正直的本性 再来小朋友还有一个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三十二节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想说 这太难了吧 没有错 人生这个 要去忧愁 要去忧虑 是很困难 但是去对大人来说 不要去忧愁 那是更困难 不要去忧愁 但是这个孩童小孩子 他们懂得依靠和交托 也不是说他们懂 反正他们就是不会为生活忧愁 这也是大基督徒做不到 小基督徒做得到的事情 你会想说 他们有什么好忧愁的 爸爸妈妈都会帮他们准备好 这样想是对的 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用忧愁 因为这里说到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 天父是知道的 可是就算这样 我们还是难免忧愁 我们没有办法像小孩子一样 去相信 去交托 小朋友他不会为明天忧虑 他们相信他这个父母一定会帮他们想好 规划好 做最好的安排 这真的是天性 本性 你想说可能这个现在的生活都很富裕啊 现在在美国大家的都还算过得去啊 然后不需要忧愁 吃饭啊还是穿什么都不需要忧愁 可是其实我想起来 我在小时候 我们家小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好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 很多人普遍穷 我们家也很穷 穷到就是说 不知道你们有那种经验吗 就是要躲在家里面 有人来敲门不能开门 因为他是要来要债的 不能出声音要假装没有人 你们有穷到就是说 这个全家都没办法开门 因为没有电被停电了 因为你没缴电费 没有什么台风 就是没缴电费被停电了 你要忍到再过几天父母有钱了 去缴电费 然后这电才会回来 这个日子我记得 可是我不记得那时候我不快乐 还是照样往外跑啊 还是弄着全身泥巴 还是一直跟朋友啊 跟那个兄弟一起玩啊 那时候我这么大的事情都不会担心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好像一点点事情就很担心 这就是大基督徒的软弱 从来我也没有看过我儿子很忧愁 坐在窗户口忧虑 我等下吃什么冬天要穿什么 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爱交托 但他就是知道他的父母会为他准备好 相信父母就是他的天性 可是当人渐渐长大的时候 当我们具备了各样在社会上生活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开始就会依赖这些看得到的能力 而不去依赖那看不到的神 我们开始就会依靠这些我们看得到的能力 但我们不会去依靠那看不见的神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不喜欢马的力气大 马不是力气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47篇 诗篇147篇第10节 147篇第10节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11节 那他喜悦什么 神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我们要像孩童一样 仰望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主耶稣 他会把真正的平安留给我们 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担心了 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这个孩子 他们很喜欢亲近他们的父母 我早上要去上班的时候 我儿子他都很早起来 他都起来了 我每次都跟他说 爸爸要去上班了 我都希望他可以跟我说一句 他有时候会跟我说 平安再见下次再来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要 我说那你要怎样 他说我要爸爸陪我玩 然后他就会找很多借口 不让我出门 爸爸你桌子没有收 爸爸你这个东西忘了带 有一次来说 爸爸你忘记穿那个Batman的衣服 我又不是Bruce Wayne我干嘛穿Batman衣服 反正他就不要我去上班 他想要黏着我 然后我就要跟他解释啊 爸爸 也不能跟他讲说我们有什么家庭责任啊 什么社会责任 爸爸去上班才有钱给你买玩具啊 然后他就说 爸爸玩具要买多一点哦 然后下班的时候他就 就会就会 我这个下班那个车库门打开嘛 就听到这个儿子就在这边 爸爸辛苦了 他这样子 有时候他会说爸爸辛苦了 好高兴哦 这个儿子迎接父亲 这不很好吗 然后他下一句就跟我说 爸爸我想要出去玩这样子 要叫我带他出去玩 这些东西都很 这些事情都很有趣啦 父母也是很喜欢小朋友亲近他们 当然我说的是正常的父母 好了 有些不正常的父母就是 那就不要学习 同样的我们的神哦 也是非常希望我们可以常常亲近天父 神很希望人亲近祂 所以祂还借着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说 人对我说我们往神的殿去我就欢喜 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也喜欢常常来教会 常常跟主耶稣相连 他也欢喜 像盼望这个浪子回头的老父亲一样 神希望我们去爱他 可是不会强迫世界上的人去爱他 不会强迫我们去爱他 他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们 但是我们人跟神之间有隔阂 这个隔阂就是罪 因为有罪的隔阂 所以我们不能够亲近神 那怎么办神还替我们想这个办法 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 这里说到哦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神不要我们远离他 所以留下的宝血为我们 来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可以完全没有隔阂的来亲近他 甚至比我们这个肉身的父母 更希望我们可以亲近天父 有时候我们太累了 我们就啊小孩子又来了 不要在我身上一直跳啊这样子 可是神不会 他总是希望我们可以黏着他 而且他永远不会对我们失去耐性 永远不会逆 不会嫌烦 他常常会希望我们可以来教会跟他 跟与他相连 常常希望我们能够祷告来跟他说话 常常希望我们读圣经来听他的言语 希望我们可以常常以父事为念 只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做他的好小孩 听话的小孩 以赛亚书有告诉我们哦 你求告神神就应允 你呼求他会跟你说我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小孩子一样 常常黏着我们的父母 当然也包括我们肉身的父母 我们常常要关心他 要续航问暖 最近怎么样啊 饿不饿啊 身体好不好啊 我们要跟小孩一样啊 要常常要父母陪我玩 要父母给我食物 要父母抱抱我们 要父母陪我们长大 因为不管我们到了几岁 八岁还是八十岁哦 主耶稣都希望我们像他的小孩一样 常常跟他在一起 他会很高兴的 从古 从以前到现在 从我们小到我们长大 神从来没有改变过 神也从来没有离开过 从来都是我们离开神 神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的心 应该要学习像孩童一样单纯 不怀疑 也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 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我们在这个道理上 保罗勉励我们在道理上 在属灵的教训上 我们要像大人 可是在谦卑啦 在交托啦 在圣洁上 在跟神的关系上 我们要像小孩 我们要靠着圣灵 日日的更新 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能力 真的可以回转像小孩一样 我们的身体是 我有感觉到我们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更衰老 但是我们的灵魂不用一天比一天更衰老 可以再一次变成谦卑 懂得劳恕 懂得倚靠神 时时刻刻想要亲近神的小朋友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一起唱诗 五百零一首